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横拍反手横拨的技术特点分析 这个横拨呢主要有手腕灵活 力量大 球速快 弱点变化多 对球便于制造摩擦 制造摩擦充分的特点 那么我们这个横拨的基本的这个技术呢 主要是机球的这个上升后期 上升后期机球的这个中上部或者是中部都可以 中上部的话呢可能就摩擦多一些啊 中部的话呢可能这个击打成分就多一些 那么横拨技术呢衍生以后呢可以得到快湿快带啊快带弧圈 领拉啊包括侧领等等啊都是这个横拨衍生过来的 和推波相比呢我们横拨的这个影拍的这个动作啊更加充分一些啊 我们差不多呢影拍回来以后呢 我们球拍的这个顶部是对着左侧的 横过来对着左侧的啊 所以顾名思义啊我们这个叫横拨技术啊 我们的横拨在这个机球的时候啊 这个手腕啊是随着这个前臂啊 向前放松转动出去的 所以它很容易对这个球造成摩擦 灵活性非常的强啊 我们的横拨呢在这个练习的时候或者是比赛的时候啊 它很容易去调整这个拍形 可以根据来球的高低的不同去调整拍形啊 去摩擦球啊或者去拨球都可以啊 它的灵活性比较强 可以对这个旋转啊 可以制造很强烈的这个旋转出来 然后这个推波技术呢 往往啊它是以这个防守为主啊 它是借力成分比较多 当然我们前面说了 它也可以发力出来 靠弹机或者是震别人的这个浮箭球 浮箭球过来啊 像这个弹一样的啊 把这个浮箭球给反弹回去 但是它很大一部分啊 这个成分是要借对方来球的这个反弹力的啊 这个推波它借力的成分比较多 推波技术呢 主要是以这个防守为主啊 借力成分很多 如果你对这个来球的高低判断很准确啊 比如说这个球过往以后很高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推波升级为这个弹机啊 防守弹机技术弹出去啊 它可以对对方造成很大的威胁啊 所以它这个推波的技术呢 它很稳定 主要是以借力简力啊 为主 而横波呢 更具备这个进攻性啊 这个手腕的灵活的发力和摩擦 能够给对方造成极大的威胁